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追捕是根据原创小说所描写的 《发生日本》 原来护潮本已经是东京 大阪申请的地方比较容易 还有人是比较乐观的 所有东西决定得比较快 所以把故事改成大阪 周围的环境很漂亮 出名的地方自已是温和 我建议用日本摄影师 我希望能够拍到日本本身的味道 John是能够把观众的感觉到 每个角度他想要做 他永远有很好的想法 如何难度高的镜头运用 他都全部做了出来 有很多东西拍得很漂亮 我们的美术知道 又是日本人 他们双方合作上是很有默契的 对这个戏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他在外面工作 他在外面工作的范围 他也是有很大的 工作很严谨 他们是非常严谨 全部都按照设计好的计划 按部就班 就不定了 他在这段时间 但事实上是有幸运的 我在这种環境中的经验 非常刺激的 这种副手表是证据的 因此是情感写的 感写剧场 想像絶する映画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殺人の罪を着せられた弁護士は 追われる者に 彼を追うことになったのは 正義を貫く古皇の刑事 逃亡犯を探している 被疑者の名前はドゥーチュー 40歳 中国籍の男性です 大阪中が混乱しているぞ あの男は絶対逃がすと 証拠が完璧すぎるところが 最大の矛盾だ そして 工作する 二人の運命 I was framed Tell me the truth The next target I do not want to kill you I don't trust cops If I go back with you I'm dead これからも お力添えを I will bring you to a place You're afraid now It's time to fight back 正義を貫き 運命を撃ち抜け マンハント おやすみの貧道 I'll be back with you 感谢观看